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心理学角度 他如何理解这个社会 犯罪心理实际上是让我们认识人的心理问题柔了 所有的社会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 明人面对面 专访李梅景 迷案背后 八十年代初 刚参加工作的李梅景就被领导委派开始研究犯罪心理 当时的中国刚从文革中走出 社会上恶性案件频频发生 青少年犯罪问题也很严重 中央因此做出了严打决定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犯罪心理学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 李梅景也就自然成了第一批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 那么自己从满头青丝到现在以后白发 可是我觉得我的研究真的到目前为止 仍然非常是举步维艰 特别难 因为心理学研究它有不同的心理学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像教育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 在现场你啪发一批问卷 然后你收回你的数据材料就有了 他怎么想 他怎么看 他怎么反应 对吧 可是犯罪心理不是这样 犯罪心理我所研究的对象全在诉讼程序当中 然后人家说你可以到监狱去 我告诉大家到监狱去研究的那不叫犯罪心理 那叫罪犯心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犯罪是动词 罪犯是冥词 冥词也就是说他的罪行已经定了 已经解决了 比如因为抢劫被判刑 为什么抢劫呢 因为我家里贫穷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挣到钱 还有大量的基本都属于我们来看 就属于他的生活能力比较低 受教育程度和家庭背景都很弱 然后呢 这些人他的生存的能力就很难 因此他不得不犯罪 那么研究来研究去 你觉得你无法改变这个层面 那也就是说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现有的 救助的一些体系问题 但是我们真正要研究的犯罪是哪一类呢 就是我们侦查起来非常困难的 侦查起来非常困难的这种犯罪人 往往都是属于比较擅长作案的 他擅长作案有两点 第一呢 就是很聪明 第二呢 就是他犯罪经验非常丰富 那么经验丰富的人不需要聪明 有的时候有些案件你很难侦破 他并不多聪明 他就是运气太好了 而这两类人做的案件往往都是系列的 或者是大案 那么系列案大案 他只要一涉及到命案 这种人基本就是死刑 这个死刑就有一个问题了 这类人是不进监狱的 所以你到监狱根本找不到这批人 所以你就需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去研究的 可是这里呢 抓了他第一步就是侦查询问 核实各方面的证据材料 然后第二步就是起诉 然后检察院再一次核实材料 然后还看有没有冤情 然后第三步就是法庭审判 所以这三步都是什么呢 都在我们法庭的程序当中 而程序它有一规定 外人不让接触 所以连你也算外人吗 对啊 我就算外人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案件 我都到了看守所 他们说不行 律师可以接 你不能接 结果再一扭点一看 新闻媒体见了 所以我有时候就特别就是感觉到 就是说也有一种特别失败 或者叫挫折感 李美景研究犯罪心理几十年 虽然已是业界重要级专家 但被拒之门外的情景时常发生 在惨烈的案子 李美景都能冷静应对 唯有自己的工作不被人理解 然他无法接受 我特别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我们需要去研究这样的人 因为研究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侦查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 就是这些人实际上是人性上 已经出了一些问题 或者说他们心理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个最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了解 他这问题是怎么样一个路径 他怎么发生的 然后我们如何去帮助那些 其他的人不要出现这样的心理问题 某一个群体 对 而且他带有很强的一种社会现象的折射 对 你比如说像当时我们知道 复旦大学偷毒案的那种犯 林某 我其实有很多犯罪人 可能我不接触 我基本知道他是什么问题 因为我的心理学的知识背景 可以足以让我去判断一些人的心理问题 但是也有的人我不太明白 比如他这个偷毒他是几道程序 第一道是他以愚人节玩笑的方式 他只想做一个恶作剧来做这么一个行为 他还稀释过 那也就说明他并不是非要怎么样 置人一死地 他稀释的目的就是 我认为他这个第一次说法 他是以一种就是恶作剧的方式来做的话 可以理解 但他第二次就是说当看到这孩子那么痛苦 然后发病了 而且他们是一个宿舍 对吧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还找到他去做一个检验 我认为这个时候他应该唤醒他内心的对不起 那种心理 他应该想办法 哪怕我发一个短信 一个暗示 或者给另外一个人 就是不让你不知道我是谁 但我要提醒你赶快去做什么样的一个 他居然一直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我认为他后边的心理特别值得我研究 他为什么这么麻木 为什么他学的是医学 对一个人已经出现了治生命危险的表现的时候 他居然能够那么等待 而且不做任何的反应 所以我在想 如果这个心理不研究清楚了 那我们如何去相信现在学医的人的心理健康 以及他在人命发生真的致命的危险的时候 他的那种反应 对吧 所以我当时非常想研究这个个案 然后我也得到了我们公安的支持 那么我当时就赶到了那边 结果就是不让接 我后来跟他们讲 我可以跟你们签保密写 那也不让接 所以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律师揭露出来的 就是发表的一些他的材料 然后看媒体发表出来的一些材料 我真的内心是一种特别痛苦的感受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尽管是公监法是三个层面 但是呢犯罪问题我们是共同都要面对的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层面的很多的人 你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 你不理解犯罪心理研究的意义吗 你以为我是在猎奇吗 所以这是我在研究当中最为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特别希望通过某些媒体把这声音传达出去 我希望他们知道 就是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是为我个人 不是为了我的写论文 也不是为了我的名气 这些都没有关系 我认为我所有的研究都是这社会的财富 而且对待这个领域来讲是非常重要有帮助的 在我们家人史 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民态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的人 最后都离开这个地方 专家少不是因为没有能人 是因为这个领域研究起来 几乎没有机会接受你的研究的意义 国外什么情况 国外是这样 我了解的一些专家 比如说我们经常喜欢看美剧 看美剧所有的这些行政的过程 他们的专家是很被认可的 他们会聘请一个专家顾问组 然后在遇到疑难案件的时候 他们会寻找专家的意见 我们不是 我们到这人毕了 我都没机会见他 所以这是我们的研究的难度 各国的司法它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国家犯罪心理的专家 非常少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专家少不是因为没有能人 是因为这个领域研究起来 几乎没有机会接触你要研究的对象 包括原来在我们家人史 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民态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的人 最后都离开这个地方 我认为其中就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没有机会去接触研究对象 所以在专业领域当中很难出东西 英雄乌乌之地 对 有这些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 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成立了行为分析小组 这个小组因为一个术语而扬明天下 那就是犯罪特写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犯罪心理画像 他们将人的行为指标化 不仅为指纹脚印DNA建统计库 还为行为建分析库 而在中国 想要把犯罪心理更有效地运用到实际犯案中 仍然是个新课题 这种情境有可能改变吗 它改变的前提到底是什么 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条件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 就你问的这个问题也特别好 就是我也很困扰这个问题 我曾经在十年前 零四年前后 因为一篇媒体报道 就是说当时这个媒体报道也比较 这个标题比较吸引人 它用的是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 结果当时就是大量的媒体来找我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挺抗拒的 因为我觉得我刚刚开始研究 我并不希望大家这样就是带着好奇的一个心态来找我 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可去讲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特别意外的就是大量的疑难案件开始来找我 这是一方面 另外当时我们公安领域当中的一个 我也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是哪一位领导 可能看到了 也可能不是一个 然后他们就发出了声音 他们说这样的研究应该支持 所以我当时在过去的就是零四年前后 得到了我们公安部很多局的支持 那么那个阶段呢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我开始大量的接触了实案 但后来我知道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领导 他也是在不断的在更换的 对吧 有的是退休了 有的是离开这个岗位了 所以我进入到这个近几年来 感觉到这个领域又开始 就是把大门关上了 那我在想 如果我都接触不上这样的案件 那可能我身边的很多同事 都没有几乎来接触这样的案件 所以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我们社会 尤其是相关的部门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因为光是我公安领域的领导支持也没用 它还涉及到检察院和法院 所以整个司法的这个系统当中 如何能够让我们就是相关的领域 大家都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犯罪心理研究 实际上它的用处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对于我们的犯罪预防 对于我们的刑事侦查 甚至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的 这方面的建设都非常有利 无论是马家决案还是药家新案 经历过几次和媒体公众的冲突 李美景有了更多反思 一方面 他开始在分析案件的同时 更多维地考虑公众和当事人的情感 另一方面 他也看到了社会对于犯罪行为了解的缺失 究竟什么人会犯罪 我们怎么减少犯罪 李美景在回答这类问题时 总反复强调一个概念 那就是犯罪预防 我在研究犯罪心理的时候 最开始关注的只是犯罪人 然后你在了解犯罪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些特征 当你抓住这些特征的时候 你会扭过头了 就知道在生活当中还没有犯罪的 哪些已经接近这些特征的人 他就已经是高危人 就是社会潜藏的这种危险的群体 对 所以这是第二步 也就是犯罪预防的问题 但最最重要的是 刚才就你谈到第三个层面 也就是说 我怎么样去预防 就是心理健康的问题 心理健康的建设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 就是说 我现在在社会当中 做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这一层 就是我在做大量的讲课的目的 就是想让大家了解 犯罪心理的问题 不是说有一个刺激 他才犯罪 实际上是什么问题呢 也就是说 一个人他得了糖尿病 他得了癌症 你要知道 你这病不是昨天 你吃多了得的 也不是说 你昨天生了一场气得的 而是你至少有十年左右的 生活方式不良 得的这个病 那么心理问题更是如此 比如说十三四岁的孩子 开始出问题 你基本就可以断定 这孩子在六岁之前的抚养 就有问题 那么一个人到二十多岁 得问题 他发生了这个违法犯罪的问题 你会发现 他的问题可能在十八岁之前 就已经显现了 甚至一个四十岁的人 他出现非常疯狂的行为 那么你会发现 他人生的路越走越难 那么越走越难 我们多数都认为是社会的问题 但是我研究犯罪心理的 我会看得很清楚 一定跟他的性格有关 那么我们在 好像是在一年一二年 曾经发生过六起 砍杀幼儿园小学的 小学生的案件 当时网上一片的就议论 说社会矛盾 激化到了一阵严重的危机了 在我来看根本不是 你真正去研究这六起案件 你会发现 其中两起 尤其第一起 福建的和江苏泰星的 都是婚恋问题 都是刚刚我讲的这个问题 还有三起 说一道生理 就是心理健康问题 然后只有一起 跟社会矛盾有关 就山东为方那起 但是应该看到 绝大多数的犯罪 实际上都跟这个 当事人自身的某种 心理上的问题是有关的 然后再往前讲的话 如果他的家庭的 在抚养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孩子 哪些东西是特别重要的 你要补上这一刻的话 那可能这个孩子 今后他人生就会很顺畅 你比如说 男孩小时候要苦着养 我认为女孩也一样 也就是说小的时候 你可能经历过一些 磨难 经历过一些挫折 你看有些家庭 爸妈爸爸有病 这样的孩子特别懂事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就要照顾他父亲 所以他从小就会心里想着别人 他下学第一件事就往家跑 为什么 他觉得早一点回家 他父亲就有人帮忙了 他妈妈就会有人帮助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种生活上的一种 可能比较艰难而言 他反而特别懂事 相反 只是贫困 没有这种人和人的 互相帮助的磨难 他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所以你研究这个问题 你就会发现 犯罪心理实验室 让我们认识人的心理问题的由来 这个由来 当我们知道了 你就知道 怎么去抚养一个人 才会让他出现比较好的性格 以至比较好的人格 这些问题 我现在在大量的媒体上 去讲这个心理抚养 讲家庭中的成长中的心理抚养 为什么 就是你不要以为 一个人给他吃饱喝足 满足他一切 他就自然而然长大的 不是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变态 我们很多人的成长环境 也被破坏 对我这一些杀伤的一些行为 包括现在一些特别武打的东西 我也不太看 李美景曾经做过一次演讲 名为用哲学的眼光看世界 1977年 李美景作为文革后第一批高考生 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虽然后来阴差阳错的做了心理学研究 但哲学加上心理学的背景 为他理解这个社会 尤其是面对人性最凶残那一面时 提供了更多力量 虽然我是在研究恶 但却发现了善的这个路径 而善呢 它实际上如果有些善不当的话 它也会成为一种恶 也就是说 我认为所有的社会的问题 其实你无论谈到哪个领域 在我搞心理学的学者来看 它都是人的问题 就是第一句话是人的问题 社会问题 那第二句话是什么 人的问题是早年的问题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变态的人 为什么这么多犯罪 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很多人的成长环境被破坏了 过去我们60年代穷过 70年代乱过 可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变态 对吧 为什么现在变态多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变革过程当中 因为移动 然后你会发现 大量的穷的地方 出现了留守儿童 他爸爸妈妈有 但是不在了 然后我们城市呢 虽然我们条件不错 但是你会发现 好多的家庭 孩子跟妈妈在一块 吃饭的时间都很少 他是夜里睡觉的时候 跟妈妈在一块 白天就不见了 妈妈干嘛去呢 上班去了 然后这孩子交给老人 交给幼儿园 交给保姆 所以我们的问题出在哪 就是我们真正父母 去教育孩子的时间 尤其在最重要的 头六年时间内 父母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已经这个问题被破坏了 当这个问题被破坏了 我们整个人就乱套 那么人乱套之后 你到后边再去教育 是没用的 人们对李美景的好奇 不仅因为他工作性质特殊 还因为他每次在分析 血腥残忍的案件时 都极为冷静理性 毫无情绪变化 所以他最常被问到的 一个问题就是 你真的不害怕吗 李老师 其实您虽然是一个学者 但是经常会在一线上面 接触到很恶性的一些案件 包括有的时候 舆论也会形成这种压力 我们说带来一些负能量 您自己的心理怎么调节 我是这样 就是两个方面 对于舆论 我也是慢慢学会成长的 也就是说 刚开始大家对我的不理解 或者说一些非常让我很难堪的 那种羞辱的话语 甚至一些攻击 我也当时挺郁闷的 觉得我其实为谁 我也是为这个社会 但后来 因为自己做心理学 就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当你和外面 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去到外面 去找理由 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 如果我能够 可能考虑一个问题更周到 尤其是不仅要研究 了解犯罪问题 还要了解公众的心理 可能这个问题 就能够化解 所以在近两年 我在谈一些案件的时候 我更多的要考虑公众的一些 他们的想法和视角了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大量的接触这些黑暗的东西 我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理 我觉得好像面中注定 我就是干这行的 虽然我小的时候 连杀鸡都不敢看 就是我对一些杀生的一些行为 包括现在一些特别武打的东西 特别硬的那种打斗的 我也不太看 有些就是像原来香港一些电影当中 非常血腥的场面 我一般到这种场面 我都不看 但是呢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把现场的照片拿来 反映 无论多惨 我都会把它作为一个完全中性的客观的研究对象 那个时候我看这个东西 我会看它是怎么伤口 然后它是什么形成 以及这个作案人 当时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下来 这样做出这样一种行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好像已经没有情感的东西 而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了 所以当这个东西一合上 我就心理上也就合上了 我不会去回味这个东西 再一个可能也见的比较多了 见多不怪 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个帮助 就是我最初的等科的学历背景 我学哲学 这个角度呢 可能让我对生死 可能看得更多一些 所以当你帮助了一个 无辜被害的人的时候 你的心里就没有什么恐惧之心 是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可能是我内心的一种平衡 所以您自己就是自己的 最好的心理理疗师 所以我认为我这一辈子 从事犯罪心理研究 对我最大的帮助 就是怎么让自己健康 而且作为补偿 上帝就没有让您的女儿 在接触这些黑暗 让她接触最美好的东西 没有 她在很小 就是我有时电话跟人谈案子 她都在听 她在旁边听啊 对 然后她会告诉我 害怕吗 她会告诉我说 妈妈你谈这些东西 让我比别人更早的成熟 就是她会知道 社会的这些不好的关系 然后她又有意回避她 对 她会说 妈妈我跟我的同学讲起来 他们根本不懂这个东西 然后我觉得我比他们 早一步知道我更成熟 因为她会知道怎么样 防止一些侵害 或者有些问题怎么发生的 她会说 她有时也会跟我讨论 她妈妈那你刚才说的这种事 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 从哪个地方就能够考虑防范 那我就顺便会跟她聊了 所以基本对她是不回避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 我有时候在外面跟人谈话 也是不回避的 但是有些人她会还是很恐惧的 好的 谢谢 谢谢